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学长和我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我觉得他好像发现了些什么 你是指哪一方面 我们交往 还有身体互换都有可能 前一段时间他还问彤彤 我电梯事故之后 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他是你信的过的人吗 嗯 那就不用担心什么 也对 学长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而且他绝对不会害我的 是 非常的理性 而且经过他的理性分析 特别正经地告诉我还有同话说 你喜欢的人是陪家属 他这个人在这方面确实有点白目 所以你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没把情说送出去 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 学生嘛 当然要以学习为主 写都写了 以学习为主 你真的想知道 我吸耳工厅 我吸耳工厅 好吧 反正这件事儿说来话也不常 学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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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在他身边缓缓 那件事儿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只要再见到他 脑子里都是他放屁的场景 而且每次见上他都觉得 那个味道在他身边环绕 所以之后就怎么也喜欢不起来了 就因为这么小的一个原因 你的喜欢就消失了 是幻想破灭了 我那个时候太天真 以为男神都是不会放屁的